十次车祸九次快 为了减少高雄车祸造势率 市府在三明区的河堤社区 是规划了第一处的交通示范临近区 进路车速限制30公里不能大名喇叭 那么时需三个月下来呢 居民感受大有不同 当地里长张吉雄就建议 可以加入向市才会涂鸦 提醒用路人放慢速度也增加能见度 绿灯一辆 七级车吹油门加速前进 不过注意到了吗 马路上红色显眼的速线30标志 这里是高雄第一处交通临近示范区 从今年七月至今三个月下来 河堤社区是否变安全也变安静 居民感受程度不同 不错啊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尤其有小朋友的话 这样子在行走上面会比较安全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对 因为骑孩子一样这样骑过去的 对对对对 因为本来就不会骑太快啊 对啊 但是也不可能放慢到30啊 河堤社区大楼密集不高 全排的绿色树木给人一种走入公园环境的舒适感 也因此被选中成为交通临近示范区 不过当地里长则认为 只靠告示牌来提醒通过车辆减速慢行 效果有限 建议可以加入彩绘 提高稳健度 地面上有一个3D 这个3D是不是不会发生危险的 而是一种感觉很宁静的 是很安详的一个很悠然的一个公园的景观 这只有一个标志在旁边 30公里这个是不太够 他整个晚上一般的改装 这病病也真的是老人 那等于是不是弄一些警示之类 或者说你真正的有那个标示 除非说我们在这边活动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群组什么东西都在讲 或者很多人可能会不知道说 什么临近示范区 他根本也不知道那一回事 交通临近区除了推广宣传有待加强 明立了法规却难以取缔 那不可否认政府推广 要路安全利益良善 那在执行面上似乎还少了那么一点 怎么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更需要大家主动配合 记者李嘉隆罗绍军高雄报道